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曾经当成游戏 不论的什么是珍惜 为何在失去你之后 才发现问题 寂寞夜里抵挡压抑 往事默默默不有清醒 如果你愿意我却不会 在座玻璃 和你baby你是否愿意 我会付出诚心和权益 和你一起去找寻 幸福甜蜜 baby baby 请不要怀疑 不快乐的往事都快忘记 趁一切都还来得及 彼此真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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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 你在走下去 万一累死了 他明天早上回来 那怎么办啊 我说 你怎么办啊 还不该 他的话 他想 这一万不讲 就算是出事了 你在这儿瞎担心 也什么用都没有啊 等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希望我们要出什么事吧 如果今天小桃 真的出事了 我也不活了 记得帮我照顾爸妈 说什么呢 我是你前女友又不是你前妻 也凭什么帮你照顾 这么一看出来 原来你这么爱小桃 别那会儿爱我 还爱她 杨刚啊 你就听我一句 她肯定会没事的 雷小桃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小桃 我去哪儿了 一起来 起来 起来 喂 快点起来 吵什么吵啊你 我问你 在哪儿 你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我家 昨天晚上你喝醉了 我好心把你带回来 然后你就自己滚滚滚 滚滚滚到我房间里来的 你懂吗 你明白吗 喂 我跟你说话呢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 整理好你的衣服 你可以走了 喂 门在那儿啊 什么人呢 喂 洗手间在哪 洗手间 自己找 哎 什么人嘛 喂 叫儿子出来吃早点了 都几点了 还不起来 肯定是昨天晚上 又通宵上网了 杨康 杨康 哎 回来了 妈 我不枉了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 哎呀我看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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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小刀不见了 爸 你快点 人家浪漫的事都是提前做好的 马上马上啊 快点嘛 好了 请真可以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吧 小刀不见 每一个一切都不愿意 再多的不舍 都无法改变 曾经的信念 那么改变 我是你好朋友的丈夫 他很想要是你 你不能考虑 我给你做点事 你不想要是你 你不想要是你 我最想要是你 你不想要是你 你不想要是你 来 徐姐 把卧室里边床上的东西全换了 全换了 对 全部换 床单 床套 被褥 枕头 还有地毯 统统全部换掉 你怎么不把房子也换了呀 徐姐 记住 整体消毒 干干净净一定要吃的 是 我看需要消毒的是你的心肠吧 你还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快点离开 我知道我喝醉了 可是我喝醉都关你什么事 凭什么把我带回你家 那我喝醉了又关你什么事呢 那你凭什么又把我带去你的家呢 那不是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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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听你解释了 你快来走吧 先生 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解释清楚 那碗 那碗我已经买断了 什么叫买断了那碗 你以为你很有钱啊 买断了那碗 你怎么不买断那天呢 看看你被女朋友甩的碎药 你说什么呢 是我救了你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就你这副自大狂的样子 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 我告诉你 就算你找到女朋友 也是被甩的份儿 出去 立即给我出去 你以为我想待着 这屁狂 我告诉你 你干脆死得了 我这害人死了害鬼 你以为你 你怎么这么说的 你怎么这么说的 我给你打了一夜电话 你都不接 你去哪儿了 你说句话呀 杨康都快急死了 你知不知道 不跟你说了 我得回家一趟 哎哎哎哎 回哪个家 回杨康家 对哦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回他家 我一跟他吵起来怎么办 我又没做亏心事 干嘛怕他呀 再说了 这么点小事我就怕他 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我走了 拜拜 聊下去 książ 知道我回来了 哎你看看你看看 你把我儿子 折腾成了什么样子了 揍我干嘛 直到晚上你去哪儿了 嗯 哎 哎 咧小棠 我问你话呢 咧小棠 我跟你说话呢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婆婆 这是我的隐私 您不能问 隐私 你都跟我儿子结婚了 还有什么隐私 我是跟你儿子结了婚了 但是我们双方有约定的 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法则 雷势公约 什么 这雷势公约呢 就是我们双方约定的一个共同法则 而且我们都是按照手印的 必须遵守 我跟杨康是结婚了 但是他有他的私人空间 我也有我的呀 荒唐 真是荒唐 行了 我不管你什么公约母约的 我只想问你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婆婆 我都说了 这是隐私 隐私呢 就是储存在私人空间的东西 这种东西 连杨康都没权顾问 何况是您呢 何况我 好 行 雷小桃 我想请问你啊 你眼睛里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婆婆 当然有啊 要不然我浪费这么多口水跟你解释什么呢 你这是解释啊 你是在跟我解释 你这是打门的解释啊 好啦 我上班了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儿子可是找了你一晚上啊 我走啦 拜拜 李小桃 你 为什么没经过主人的允许就跑到这儿来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我知道错了 我跟你道歉 谁都会犯错 总得给我改正的机会吧 现在不是给不给机会的问题 我都还可以拒绝它 不然的话 你不懂得拒绝它 你呢 你呢 你不谁 体会拒绝它 您的软正能够 您的软正能够 我亲爱的爸爸 从今天开始自由了 什么意思啊 你想知道 一份外债都没有的感觉吗 想 做梦的想 好 那今天咧 就满足你这个愿望 什么意思啊 你女儿我 已经把所有的外债 都还清了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只是太着急想确定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现在有答案了吗 嗯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知道你只是不善意表达 从小到大 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冷漠 他们都会想尽各种办法 向我示好 只有你 我现在知道了 只有你 才是独一无二的 你现在知道太迟了 它是不是 确定要嫁给我 你 回答我 回答我 是的 我就是需要确定你的心 恭喜你 你让我也确定了我的心 只ق spor 不能 大谷 岳父 你怎么来了 我说杨康 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我睡得着吗我 你看 我看看 我这胳膊腿不全部现在吗 你急死我了 说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杨康 你瞎急什么呀 我家小涛不会有事的 放心 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你说呀 去哪儿了 你知道昨天晚上 我快把那个夜店翻遍了都 我 我这不是办事去了吗 办事 办什么事半夜啊 你看 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走 做饭吃 吃什么吃啊 我就要知道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喂 你干什么呀 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谁说你做见不得人的事了 我就是要知道你去哪儿了 干什么去了 喂 我说杨康 你管得着吗 雷小涛 你别忘了 你已经是结了婚的女士了 结了婚又怎么样 结了婚就没有个人隐私权利了吗 你干什么去啊 又想跑 我给我爸做饭去 雷小涛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雷小涛 我不想跟你吵架 也不想跟你讨论什么权利 我就是想知道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去哪儿了 我问你 相信我吧 相信 既然相信 就什么都不要问了 在结婚前 在结婚前公约里都说好了 去她的公约 我就是要知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杨康 你今天跟我轴上了是不是 你看不出来我今天不想说吗 看出来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所以我才问你啊 昨天晚上我疯狂的找了你一夜 你这突然回来了 我问问是正常 但你不答 就非正常 你的意思是说 我干了非正常的事 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信娘的 怎么了 如果是好事你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 你别跟我用激将法 我今天就不说 就你这个态度 我今儿就不说了 你不跟我说的原因 跟我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 廖桃 你今天要是不告诉我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怎样 你想怎样 岳父你帮帮我 一个女人彻夜不归家 作为她的丈夫 我问她不应该吗 我 怎么有蚊子 大白天哪真是 你今天死活不说是不是 是 你不说就以为我不知道 你昨天晚上跟一个男人走了 还喝醉了 是不是 是 是又怎样 你凭什么这么问我 你谁啊 我是谁 你脑子坏了 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是你丈夫 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 我只是一夜没回 你就跟捉奸在床似的 我是跟别人睡了 怎么着 你管不着 什么 雷小桃 我今天非以丈夫的名义 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跟我走 你放手 放手 今天我非灭了你 不要 我 钱 你疯了 你疯了 疯了你 我今儿就是疯了 我就是疯了 你别 你疯了 你疯了 我就疯了 打吧 你真疯了你 打吧 再打几回就算了 行了行了别叫了 妈你轻点 还知道疼啊 疼死活该 妈 我的心都够凉的了 你还在那泼冷水 自找 大人的话你什么时候听了 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 回什么头啊 这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 我就不信你跟那个老头子 没吵过架 吵架是正常的 动手就不正常了 你结婚才几天啊 出手就那么狠 还让不让你出门了 我也打他了 那是他该的 没想到你还是没超方的后人啊 你少损我啊 今天姑奶奶不爽 很不爽 你那九云白骨爪把人抓成什么样了 还不爽 我真后悔 我没彻底毁了他 雷岛主 别雷我了 说谁说那是你丈夫了 休了 立马就给休了 你干嘛 你干嘛 杨康 我可告诉你啊 如果是他来的电话 不许离他 喂 子杨康 你给我听好了 我要休了你 我要跟你离婚 真的吗 我的天啊 那我得去买李华庆祝 子杨康 你给我记住了 明天九点 明政局等你 得嘞 不见不散 不来的是白痴 反悔的是智障 他说什么 妈 给我买块鞭炮去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放什么鞭炮啊 庆祝我离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华庆祝 WOW YEA 我们跳这么会儿就不跳了 老了 跳不动啦 年轻的时候也没见过 residency怎么跳啊 咱们走吧 走 不是吧 再多一会就走啊 你先稍稍玩 不是 我刚才看见我爸的债主了 我怕呀 一会惹事 哪呢 不是已经不欠他们了吗 是不欠了 可是 那般人说话说话吗 而且啊 没准昨天是喝醉了 不乱答应的 那不死定了 也是 走吧 我又看到那个帅哥了 好有缘分 缘分你的头啊 他就一白痴 咱们走吧 伙伯 再躲会儿 我看到你会玩什么样 他一个人呗 你花痴啊 咱们换家夜店 我陪你 你打帅哥 你当妈妈的呀 伙伯 我看到他在那里 那我走了 又怎么了 怎么是个男的 哇 原来讲的是个男的 这帮混蛋 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不是吧 陈小贵 我明白了 我觉得他们一定在进行 什么秘密的交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不是毒品 就是军火走私 电影都看得多了吧你 喂 您放心 喂 有点吓人 他们还要回去吗 不行 他们这些人 可是社会的败类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警察 这样 我跟我爸就安全了 你这卫民除害 还加在私心呢 那当然 好 好 快去 太危险了 没事 没事 姓罗大 你真够卑鄙的 卑鄙 别的东西你比不上我 这一点 我比不上你 姓罗大 我告诉你 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雪儿不会放过你 还真够男人的你 我知道你为什么敢碰我 你以为你了解我 你以为我会对你不行 你以为太爱干净的我 会懒得动手打你 不好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郑明磊我告诉你 玩我的人要付出代价 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们接着玩啊 小强 起来 走 干嘛 站住 别跑 快点快追 放开 放开 老总 这个 他是你带来的 不是 不是 那我们就自由处置了 你敢 请随便 走 坐下 老许 臭丫头 胃口不小啊 一口气喝掉我五万 不是你们让我喝的吗 我现在后悔了 小强 带走 带哪儿去 你知道 走 你们干嘛 走走走 放开 起 干嘛 快 快 走走走 走 放手 吃点 放手 放手 罗总 您 怎么个意思 干嘛呀 大哥 这是什么意思 走 还有的玩 放 如果你想和那帮人走的话 请随便 他们才不会拿我怎么样呢 他们只是吓吓我 那你回去 那你放手啊 喂 知道他们把你抓过去 干什么用吗 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吗 我怎么知道干什么呀 他们把你抓去会分类 分类 分什么类吗 第一类是好看的 会有特别的用处 这一点你就不必知道了 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谁 谁稀罕你 第二类就是不好看的 会卖去当用人 第三类就是你这一类 我这一类什么嘛 我还算长得可以的吧 可以 相当可以 拿去喂猪有什么不可 你 你 在那儿来 快 快 快点 快 太有才华了 橘子前面 吓死我了 吓什么呀 你怎么那么逗啊 我这不是青宝还保护你了吗 你还笑 都吓死我了 我笑你 求人的速度也忒快了点吧 就那四个人还是我求来的 其他的人都还以为有神经病呢 你该不会告诉别人 我是被贩卖军火的老大给绑架了吧 没有啊 那就好 我说的是 你被贩卖军火的黑社会老大绑架了 什么 你还笑都吓死我了 赶紧接你电话吧 喂 这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我难过到现在 它居然还笑得出来 说话呀 说话呀 谁啊 外外军火的老大 我前夫 要离趁早离啊 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谁 谁要谁拿去呗 说真的啊 杨康星里面只有我雷小桃 谁拿去也没用 这年头 谁还在有心呢 只要留住人 就是留住一切 你那是小三的理论 武学 我那短暂和脆弱的婚姻呢 不是吧 还真离啊 跟结婚比速度啊 我说你结婚那么冲动 这离婚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我结婚可没冲动啊 你连冲动都没有就结婚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现在让大家冷静冷静也好 明天干嘛去 大热天我倒是忘记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说的是晚上 我明天去面试 如果顺利的话 晚上吃完庆祝去 又是应聘哪家餐厅呢 我应聘的可是正经工作 真的假的 什么公司啊 一家网络公司啊 加油 没问题 来 雷小姐是吧 是 你是不是找错公司了 没有啊 你这一连串的外卖工作经历 跟我们这招聘总经理助理有什么关系 哦 关于这方面我是这么想的 在工作方面呢 以我的能力 胜任起来绝对是小菜一碟 你那蛮自信的吧 这不是自信 是说实话而已 你既没有相关的工作经理 又没有相关的学历 就算我想录用话 拿什么来相信你 这理由也太多了吧 我随便跟你说三条啊 嗯 这第一吧 你们招聘的是助理 这助理呢 就是管好老板的生活和工作 我给我老爸当了二十多年的助理了 经验太丰富了 这第二嘛 你们招聘的是秘书 秘书呢 就是替老板管理和分配公司的大小事务 我这个人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超强 只要跟老板跟了两天 我呀秘书的工作绝对拿下 这三呢 秘书跟助理你们得招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就得拿两份工资 用我一个人呢 只要一份工资就行了 而我又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雷小姐 你是不是把我们这儿当成自由推荐市场了 大家都不认识嘛 我这推荐一下自己 就想让你们多了解我一下嘛 对于你的优势我们已经很了解了 回去吧 等我们的电话 那我通过了 我说了 回去等我们的电话 OK 一个电话都不来 你还真去理啊 喂 雷小偷 杨川哥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你没骗我 我骗您干嘛 他又一晚上没回去啊 他跟你吵架回来后 半夜突然出去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那你给他打呀 这还有你吩咐 怎么打都不接 他就是在生你的气 你立刻给他打 问他在哪儿 什么态度嘛 明明求我办事 哼 反正都要离了 我就不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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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康 你在哪儿 叫什么火啊你 我 告诉你 我得 亮亮你 亮你个头啊 在哪儿 敢骂我 你敢骂你老公 你喝酒了 在哪儿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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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星上呢 姓杨的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哪儿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前姐妈 你妈 喊你回家吃饭 嘿嘿 小嫂子 杨康 喊你回家离婚 怎么跟你嫂子说完了 开个玩笑 不行啊 不行 你扭什么扭啊 我说了不行啊 我说了不行 我说了不行 你就是不能说 你放开 你 好好好 我知道 婆婆 我知道她在哪儿 我马上把她带回去啊 嗯 好好 拜拜再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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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窗门 窗门 你 你疯了你 好 我错了 杨康 你太坦定 见死网友了 以后不能跟你一块玩了 你走啊 你走啊 滚 我滚 滚 滚 等着 你不闻 滚 你更好 看 你 你 你 好 你 我 那 你 你 姓杨大 你死定了 怎么又想你那个儿子了 什么叫我那个儿子 不是你儿子 你发什么火啊 我这叫发火吗 没没没没没没发火 怎么 还是要出去找工作是吗 对 我去找找工作 多多少少也能挣点 总比待在家里强 再说这杨康啊 找了大半天的工作 工作没找着 倒把婚给结了 我这一年到头啊 累死累活的 总以为等他大学毕了夜 就能熬猪头了 什么是熬猪头啊 那才是熬猪头 屈你 确定 快醒醒 快醒醒 抓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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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一人呢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打散 危险了 快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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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电王都打过了 让开门 让开门 这门快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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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人 让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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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人 让开门 走 走 走 让开门 让开门 转身的瞬间 爱已经不见 沉浸的心恋 那我遥远 几点了 还不回来 就知道吃县城了 来啦 来啦 回来啦 妈 怎么了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慢点 不过来啦 感谢观看